6月21日,Anthropic发布了Cloud的3.5 SONET版本 声称在比Cloud3 OPS两倍提速的同时 在多个测试级上的表现超越GBT4O和Gemina 1.5 Pro 而更令人瞩目的是它的预览特性,Artifacts 通过Artifacts Cloud生成的代码片段、网站等内容 都可以直接在屏幕右侧的工作区生成预览 关于这种功能带来的具体好处 我们将在稍后进行讨论 那么本期就基于Cloud3.5的这个新特性 做一期零代码的游戏开发教程 希望大家喜欢 在实际使用Artifacts之前 必须先点击这里打开特性预览对话框 并点击这里实际开启Artifacts功能 这个功能从本质上来说 其实并没有脱离大语言模型的范畴 因为它的所有表现其实都还是模型的文本输出 只不过它会根据输出的文本类别来做不同形式的渲染 比如这个标志是SVG元素数据 它会被当作图片渲染出来 假如代码被识别为网站 就会直接将页面效果渲染出来 而普通代码就是这个标志 如果被分类为普通代码 哪怕这段代码包含了非常完整的页面标签 也无法预览页面效果 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使用建议就是 最好在提示词里显性的给出生成类型 以确保Cloud能够正确的对渲染类型分类 另外 这种对代码快速特殊渲染的思路 是不是会让你联想到GPT的Python代码解释器 但与GPT代码解释器不同的是 目前的Artifacts只是一个类浏览器的渲染环境 渲染后的控制台报错 并不会反馈给Cloud的模型 换句话说 Cloud只懂得按要求输出代码 但他并不知道有没有渲染成功 或是渲染后究竟是什么样 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二个使用建议就是 一旦控制台出错 或渲染效果不符合你的要求 一定要组织好语言 详细描述当前渲染状况 并清晰地提出你的感性要求 牢记这两点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要确立游戏大致的类型与风格 你可以自己决定 也可以让Cloud来生成 但无论是你自己写 还是让模型写 我都建议将类型和风格描述 作为你与Cloud对话上文的一部分 以便对之后的生成 做出一定程度的约束 提示词方面 你当然可以用提示词 搭配英语精雕细琢 但其实完全可以不必那么在意 而是像我这样随手用中文写一段 我的要求是创建一个 2D横板平台跳跃游戏 也就是给定游戏的基本类型 然后让模型构思游戏的整体风格 这里我让模型列出所有所需的游戏assets 不仅仅是为了将游戏的视觉元素具体化 也是为了约束后边的模型生成 可以看到Cloud的回答是选择了奇幻森林主题 并细化了角色 地形背景元素和互动物品等等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款旷世神作的第一步 在确立了游戏的类型与基本风格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具象化角色 背景等视觉元素 如果不使用外部资源 而是让Cloud自产滞销的话 那么SVG格式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 确实是一个最合适的视觉媒介 原因有二 首先SVG作为一种标记语言 本质上是一种用语言来描述图形的格式 这方便大语言模型准确生成所需效果 其次SVG作为矢量图形 相对于其他图像格式 数据尺寸极小 这方便直接将数据作为输出结果的一部分 并进一步将这个输出结果作为模型的上文 这里我用的提示词是 请分别创建像素风格的主角 蘑菇平台 背景云朵 魔法宝石的SVG文件 我只按照游戏所需的必要视觉元素的最小限度进行生成 也就是背景角色活动平台和收集物各生成一个 它们各自的生成效果如下 当然 如果你对哪个元素的效果不满意 可以随便提出要求让Cloud修改 如果需要其他视觉元素 比如Cloud在最开始的assets列表中列出的那些 都可以在这里让它一一生成出来 视觉元素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最魔法的部分 生成整个游戏场景和控制逻辑 我的提示词是这样写的 请利用以上这些SVG素材 构建出一个平台跳跃游戏 作为HTML5网站使用 请注意我这句提示词的三个要点 一个是让Cloud利用到上文生成的所有视觉元素 同时元素的布局会受到第一步生成的文本的约束 第二 再次强调游戏类型 进一步约束游戏的基本控制逻辑 第三 就是我在之前的使用虚枝里说的 要求Cloud将生成代码作为HTML站点来渲染 做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虽然这个初始版本还略显稚嫩 但至少在游戏性和艺术性方面 是不是已经可以比肩很多3A大作了呢 但同时我也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角色还不能跳 话说角色不能跳的游戏 还叫什么平台跳跃游戏呢 不过不要紧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随意调整 针对初始版本我的要求就三个 一个是地面的超大蘑菇太违和了 让它换成地平线 第二个就是修正角色不能跳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保时的数量和位置调整 我要求每个平台上方都得有一个 实现效果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我提出的三个需求都得到了完美解决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继续提出两个进阶要求 一个是虽然平台跳跃实现了 但画面大小就是场景大小 并没有卷轴化 另一个是几乎没有关卡设计 我要求加点移动平台 Cloud同样完美地完成了我指派的任务 而且你注意看 蘑菇平台和白云背景的相对位移 可以说实现了极为华丽的多重卷轴效果 那我们再得寸进尺一点 让它在角色移动时加入能够表现角色跑动的动画 这是完成后的样子 请注意角色在移动时的腿部变化 是不是有一种做了轮椅的美感 这样一个游戏该有的要素可以说基本都有了 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几句话而已 基于Cloud的开发2D业游如此简单 以至于基础教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解答大家可能会关心的两个进阶问题 首先是能不能在游戏里加入音效的问题 如果从结论来说是既不可以但又可以 首先你要知道效果音其实就是一种预制的音频数据 只需要在对应的游戏逻辑部分播放出来就可以 这个要求你让Cloud来做 它的做法就是生成一段音频数据的Base64编码 但你会发现它在生成到1500个字符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完蛋了 这就是一段什么都播不出来的废数据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Transformer的长距捕获能力终归是有限的 包括DNA编码在内的一系列非自然语言文本输出 本来也不是大语言模型本体能够解决的问题 一段真正音频数据的Base64编码有多长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约要63000个字符 这也只能表达两秒的affirmative而已 所以要让Cloud独立完成音效的插入是不可能的 别说他没做专门的训练 就算做了对应训练 也几乎不可能精确输出几万个非自然语言字符 而做到毫无差错 所以如果您执意在游戏里加入音效 那就只能采取手动的方式 首先你需要将Cloud的生成代码保存为文件 点击右下角的下载按钮 将下载下来的HTML文件用任意代码编辑器或文本编辑器打开 在script的标签下加入这么一句 这里改成你自己喜欢的MP3文件的相对路径即可 然后找到角色跳跃对应的逻辑 加上一句播放就搞定了 这样角色跳跃的时候就有声音了 想加入其他音效或背景音乐以此类推 游戏音效可以在Pixabay搜索 都是免费的 链接我放在了视频描述里 我估计另外一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做3D 答案是也是可以的 但请不要期待过高 因为用Cloud开发2D页游用的都是HTML5原生接口 而做3D页游的话就需要用到额外的3ZS库 然而通过我的实际测试 我发现Cloud对3ZS库的整体把控能力其实并不好 它对很多模块的引用方式都存在严重错误 而且是什么好言相劝都不思悔改的那种 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提示词里恳求它干脆别用 在此基础上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出版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个是前进后退的键位是反的 另一个是角色和障碍物之间没有碰撞检测 存在穿模问题 我让Cloud修改它还是做到了的 当然绿色立方体过于简陋 简直梦回上世纪90年代 我问它可不可以换成实际的3D模型 对于这个问题Cloud的回复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当然可以调用3ZS的GLTF loader来加载3D模型 但是Cloud做不到 而如果让它自己生成GLTF格式的3D模型数据 就又会面临此前生成音频数据的问题 这同样超越了大元模型的能力所及 所以Cloud给了像生成SVG格式图像一样的折衷方法 也就是用基础的几何体来拼接模型 可以看到它用一个圆柱体表现树干 再用一个圆嘴表现树叶 成品出来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效果你能够接受的话 当然可以让Cloud以同样的几何体拼接方式 创建更多的物体 并放在你的游戏场景里 那最后回答一个更多人关心的疑问 假如我们并不需要Artifacts功能来渲染 而是直接将代码copy到本地浏览器渲染 这种程度的单页面页游 难道GBT做不出来吗 我们可以实际用GBT4O测试以下 使用完全一样的提示词 在Assets列表里边 GBT的回答会更加细致 甚至将角色所需的全部动画都列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 GBT4O能生成合适的SVG文件吗 这是GBT生成的四个SVG文件渲染出来的样子 和Cloud生成的SVG相比 明显造型上更加粗糙简陋 从美术角度来看 并不能直接作为游戏的素材 那我们也让GBT4O利用以上这些SVG素材 构建一个2D横板平台跳跃游戏 这样用GBT写好的代码在渲染后一片蓝屏 如果你查看原代码的话 会发现它连基本控制逻辑都没有 我只能说 至少在HTML5游戏创建这个任务上 GBT4O和Cloud 3.5还是存在极为明显的差距的 反过来说 Cloud 3.5也是现阶段最适合做这类任务的大语言模型 综上我们不能看出 虽然Cloud 3.5这个被称为Artifacts的新特性 在本质上仅仅是一个用于渲染的网络浏览器 但借助于Cloud 3.5在HTML5相关代码编写方面的特化 能够拓展出不少新的有趣的应用场景 而夜游代码生成就是其中之一 Artifacts不仅可以渲染Cloud生成的代码片段 还能将对话中所有生成代码以快的方式列出 点击后可查看原代码 预览效果 复制 下载 还有对应的版本控制 相当于是将AIGC无缝集成到你的项目和工作流中 这也可以视为大语言模型应用领域上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那本期教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